像一個女生 就是脫外套的時候 你會... 我不知道 你有看過這個 有一次我在夜店裡面 當然冬天的時候 女生會戴個外套對不對 什麼樣的外套 就是比較長的 大衣就是穿的那一種 但是去夜店的時候 他們裡面都是穿得滿小 可能是落個... 肩膀 或是落個背之類的 那他們進去夜店 他們就是要把他們的外套脫掉 那又是我們在夜店裡面 然後就是一個朋友 然後我們在玩 他進來的時候都說 有點像聖誕節的那一種感覺嗎 開題目 你很開心 你把那個東西拆掉了 他一定是喜歡我 不然他為什麼教我幫我脫 不對啊 說真的 他會不會以為你是 所以他把外套交給你 這是沒有錯的字啊 因為你離衣架比較近啊 而且還可以賺到小費 對啊 說真的 你們女生會輕易請男生 幫你們脫外套嗎 不會 可是那些應該是對肚力 有一點意識 就是... 對,有意識 對啊 有一些女生真的是... 我覺得他們是故意的 想要讓我們男生 就是太High起來 你知道嗎 還有其他的招 很多女生會用的哦 我相信我們所有男生都有知道 因為就是如果東西掉了 怎麼樣 那就是要拿的時候 自己撿回來 東西也掉太遠了吧 對啊 我的力氣有點大塊 有風吧 對 一般人就是撿起來就這樣子啊 對啊 對不對 你的屁股 你的屁股 我剛剛要上電視了 你的屁股沒有... 為什麼要看你的屁股 你的屁股一般看到 你剛剛一堆下來 馬丁在後面就... 你要看到全部嗎 還是這樣 不要 而且... 而且重點 你給別人示範 重點是 肚立穿的不是低腰褲 他屁股還能露出來 沒有 這也太厲害 黑人嘛 我沒辦法 好,重點 你要這樣 掉了 我幫你講好不好 不要 不要這樣好不好 好,重點 但是有一些女生 他們會刻意的用一些招 特別是如果他們穿裙子 他們都... 怎樣了 怎樣 對 你大腿合得起來哦 我的天啊 下不起來 然後就起來的時候 就是要慢慢起來 你痛風哦 為什麼... 不要這樣啦 為什麼像在復健一樣 那很難耶 是不是很難 我覺得你... 我覺得你坐輪椅剪可能比較算 但是他們會特別... 特別就是稍微裝一下 這個皓如一定可以示範得很完美 以上這不舒服的畫面OK了 謝謝 我們請Apple來示範一下 好 怎麼剪吧 會吧 但我剪東西其實滿平常的耶 你隨便剪,隨便好看 我真的... 隨便剪,隨便好讚 你要想哦 那你為什麼不去石荒上了 前方是有一個你這個 夢寐已久的對象 他正要經過 所以我要認真的 現在是要正常還是要勾引的 我要正常剪還是... 你先正常剪好了 還是馬丁在你前面借視線給你看 這樣子 你現在先正常剪 現在就是隨便沒有人在旁邊 我如果正常剪了 沒人看 正常剪的話我就這樣 Apple 那如果有對象 你那個曖昧的對象 你勉強把二號攝影師當你的對象 有對象 有對象的話 稍息,自己有感覺 跟我有差嗎?跟我一樣啊 差很多 自己有感覺嗎 跟我有差嗎?跟我一樣啊 他來的時候比你順暢 你們為我... 剛剛上來說有點卡住 他至少沒有露骨弓 楊浩如,你上次不是有說示範在公園 剪錢來剪什麼的 對啊,就是幫小孩綁鞋帶啊 對啊,可是示範是剪東西 一定要這樣子的啊 剪錢嘛 剪筆可以啊 剪筆啊,剪筆 對 自己丟自己剪的很喘 自己 神經病 神經病 鏡頭... 鏡頭打懵 直接打懵 你看鏡頭 太誇張了啦 導播鏡頭直接打懵 你跟我出來要打懵 好啦,清楚了 沒有人這樣啦 誰這樣剪啊 因為這就是故意要勾引人的招數啊 會有人這樣剪啊 有時候男生你們一個不注意眼神 我們女生其實也會誤會 是 會,真的,這個會啦 有一次啊 因為我跟一些朋友吃飯 然後因為我們就通一桌嘛 然後也是有一些不認識的人 那剛好就是對面 我對面有一個女生 然後我是不認識她 然後發現到她 就是她的那個押封 就是有卡菜 卡菜招 就是 卡菜招 對啊 那因為我不認識 然後我就不知道該 因為我只是想要告訴她嘛 因為 不好看 應該要說一下嘛 可是就 有點不知道該怎麼說啊 然後該怎麼去跟她講啊 所以我就一直在那邊就是 都一直都看著她 看著她 然後 剛好我就想說 好啦 就應該要跟她說嘛 他們就是要離開 然後我看到要離開 好啦,那我就趕快走過去啊 跟她就講一下嘛 反正她要走嘛 然後我就走過去了 然後就還沒有到 她就馬上就跟我接近 然後給我電話號碼 因為我就是一直在那邊 然後一直看她 看她,她就以為我跟她在放電 在注意她 對 可是我就一直都在看她的牙齒 對啊 誤會到了 自己還把聯絡方式就送上了 你看看 對啊 那後來你有收了嗎 沒有 有收啦 因為她要給嗎 我不然,我有收什麼 可是就是 還是就是不知道該怎麼收 然後我就說 對,然後謝謝 然後 對不起,那個 那邊有一點,對 還是有跟她講啊 還是你問她那個順容 那個高麗菜是在哪裡 不用問那麼仔細 因為我看到高麗菜跟蒜蓉 蝦醬高麗菜好不好吃這樣 以上我們剛剛是講誤會啦 就是有時候男女雙方都會給對方 可能誤會的訊息 但是現在要講的時候 讓你們知道 女生在做什麼動作 是真的在對你放電 真的啊 女生如果真的喜歡 真的嗎 真的 所以下次看到他們三位 有一些這樣的舉動的時候 就是 趕快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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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所以三位有沒有遇到喜歡的人 有用什麼樣子 就是 就是每一次都會成功的 大絕招 但我覺得你還是要對象 也對你有意思的話 你才可以用那個眼神的方面 一直盯著看 對,要有把握 因為像我之前我也是 因為我不太會說 跟男生出去吃飯穿很露 因為我會覺得那樣子 我會不知道 他喜歡的是我的人 還是我的身體 所以 你會不會想得太遠啊 這也需要穩當的身體啊 所以我覺得 你要開心 有些人身體都不喜歡 沒有 因為我喜歡身體很好啊 不是 所以我覺得 一開始你跟一個男的 可能出去約會的時候 你最好穿得保守一點 就是讓他看得出 對,第一次 對,是你是喜歡的人 是相處上 所以我以前就是都會 可能吃飯啊 或是什麼 然後跟朋友出去吃飯 然後如果對某個男生 有意思的話 我就會一直盯著他看 因為有的男生 妳說真話也是這樣嗎 蛤 蛤 蛤 好適合給恐怖片 那是失明吧 又眨眼了 那是 那是詢問吧 到底在幹什麼你 你應該失明了吧 李昌玉辦案 你是多想要被吃掉 盯著人家看幹嘛 不是 就是你要一直用眼神 對他放電 但是不是死盯著 還是要眨眼睛 怎麼放啊 這樣我的話可能 就是對吃飯嘛 臭豆腐也可以 就會 可能一直盯著他看 因為有的男生 如果他對你有意思的話 你可能看著他 他反而會害羞 他會想要閃避你的眼神 就可以大概抓到一點點 那我的話 但我也有失敗過 我之前就有碰過 男生可能對我沒那麼意思 然後我可能吃飯就是這樣 看什麼 沒意思 麥可 你要可能吃東西的時候 就是這樣吃 這個製作單位好變態 他準備 這個製作單位 會不會 親費太少了一點 豆皮壽司 法男 別趴的道具啦 你要反正 好瘋狂假念喔你們 你要反正 你吃口香刀 就是吃東西的時候 就會時不時的看他一下 然後可能會這樣子拖著 好 請問一下男生 如果你對這個女生有興趣的話 這招OK嗎 對 OK 不行嗎 不行 還是你會去幫他掛號牙科 不是啊 因為我們日本人很在意 吃東西的時候的樣子 有一個人吃東西 這樣子的話 我會生氣耶 他們吃東西 也有吃東西的禮貌 我後來就被那個男生 就是他反而還問我朋友講說 那個就是Apple 是不是出來吃飯是不舒服 他說沒有啊 他說因為他感覺好像很不舒服 很累 所以一直這樣靠著 我才發現啊 有的時候招也會使錯 好